好,我们来下载 现在download R for Windows 那应该一开始是下载这个base 好,这里有一个install R for the first time 那所以稍微看一下 这里download R2.13.1 for Windows 然后呢 点下去下载,对不对 好,我储存 那38Mbps 应该很快 那在这里它也有很多 像原始码 所以如果你对它怎么设计的有兴趣 可以从这边看package 这里有很多套件 这个套件呢,预设不会惯 但是你要用到它的时候 你要自己来找 那这个套件很容易装 就是你一旦拿装好之后 你下一个指令,它马上帮你把套件装好 好 好,那这里的套件有很多 所以你可以 直接看 看一下 像这里 做各式各样的套件 在这边 非常非常多 有用的时候 就来这边抓 那 通常不用抓 因为在软体里面会自己 下指令就可以装 已经下载完了 我按执行 它有繁体中文版 下载 好,那这里有像pdf help 看你要不要装 通常我们选预设就好 那specify 这是什么 start up option 不要了 它问你要不要自己设定一些属性 不要 好,那这样 它安装简单多了 不像我们明天的那个课 明天的那个 智慧型手机那么 光是安装就是个 蛮麻烦的事情 整个工业链很大 这个比较简单 安装一下就好 blender也是安装很简单 但是做开发工具 就会比较复杂 像那个手机的 好,那现在已经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毕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R 有没有 2.13.1 这样子就可以开始了 那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好了 我操作一下 我有点忘记了 来试试看 S等于 然后呢 C 12345 好,这是 C是什么 C就像阵列 就是 C就是 括号就建立一个阵列出来 那 Y 等于 C 嗯 嗯 4 3 1 2 6 好 好 那 你当然可以看Y是多少 对吧 那 S 加 Y 是多少 OK 那 再来 12345的均值 是多少 12345里面最大的 是多少 是多少 OK 好 那 再来 哦 接下来可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 比如说啊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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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怎么下 所以 我按问号 他会跑出help 好 跑出这个help 我就知道说啊 弄怎么下 这是均值N个 OK 好 那太简单了 不要用S好了 已经用过了 T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R弄是 就是 Normal Distribution呢 前面加个R代表说 取乱数 Random 取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 Normal Distribution 是常态分布 常态分布 取乱数 取几个呢 取100个 所以这里有 好 这个是 这个乱数是一个 时数的 就是 就是 他是本来就是有小数的 好 那当我取100个 他就给我100个范例 所以你看 979899100 OK 好 那这100个范例呢 我们 就可以拿来说 OK 那他里面最大的是多少 2.2589 OK 里面最小的 好 负2.67 好 他们的均值呢 或者 0.04 或者0.04 好 OK 那 有了这种工具之后呢 你要做很多 几率统计的模型 或者是 程式 或者是测试 就变得非常非常方便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一个软体的原因 那 甚至呢 更 更不错的 来 诶 看一下 Hist 好 那就这样吗 好 这是什么呢 我打HistT的时候 他会画出这一个分布的长条图 Histogram 就是直条统计图 好 他画出这个分布的资料统计图 那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你改用C语言来做 你大概要做多久才可以做到我刚刚所示范的这些动作 你光是要画这个图你就挂了 对不对 很麻烦 对不对 会非常麻烦 那你即使用C-Sharp 你也会很麻烦 我要写R-Norm 我要 我还要画这个图 我就很麻烦 所以做统计的人都用这样的软体来做 但是做统计的软体有几种 做统计的软体一般来讲 最简单的 现在也最常被 被在 交统计学或几率上面所使用的 最简单的 我说最简单的是Excel 对 最简单的 有些人用是Excel来做 但是我不想用Excel的原因是因为 Excel只能够分析表格而已 那我们想产生某些数据 就交几率的部分 交统计的部分 Excel或许可以 交几率的部分 你要先产生一些乱数 然后再去做 那这个Excel就不适合了 那所以 用R软体的原因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它是开放原始码 而且不用钱 那第三个是 你看它的功能其实非常非常强 就是你随便几个指令 还可以写程式 还可以写程式 然后这些 几个指令 你可以做到非常非常 非常 你如果用一般程式语言写 要非常 花非常多工夫 才做得出来的东西 你用这个几行就做完 那R软体在开放原始码的地位 就相当于是SPSS 或者是SAS 那商用软体里面 除了SPSS和SAS以外 还有像MiniTab 还有像S Plus 那些都是统计软体 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R 是开放原始码 其他我刚刚讲的 那个都是商用 那我非常建议各位 用开放原始码 因为你如果不用这个 除非你去买 不然你就变大版 所以最好 其实开放原始码里面 有很多好东西 所以非常建议各位 用这个东西 好 那 这是F distribution 你有很多help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看 比如说 可以直接看 help怎么用 然后 然后 它上面 刚开始 这边就有告诉你 help.start 就可以透过HDML浏览器 来看辅助档案 按demo 就看一些示范程式 然后按q 就离开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照它的 按一下demo 看看它demo什么 他给了我们一些 rdemo的package 那至于怎么用呢 我还没有用过它的demo 下次再说 好 这里有 use demo available to 列出所有的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它的help 好 这里就是它r的标准文件 官方文件里面 那它应该会帮你导到 导到你想要的地方 你这样下去 里面r这个语言怎么用啊 简介啊之类的 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 之后各位要操作的时候 可以 记得 最上面已经有告诉你 如果你忘记 那从help.start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 一大堆资讯 不过那都是英文 那如果你真的不习惯英文 那就请你下载 我们刚刚给各位的这些书来看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